對不起我們看這個地方補大小對不對 分數比大小怎麼比呢 你講其中幾比比較難的就好了 你看第三比 好第三比這邊 2又16分之11跟2又12分之7 這個剛才有講過對不對 我說如果我代分數裡面的2 如果一樣的話誰啊 把它刪掉 因為平手嘛就不用比了 直接比誰 直接比16分之11跟12分之7 那怎麼比呢 你先找出16跟12的什麼 公倍數嘛 好那就除吧 2 8 6 2 4 3 沒了 所以答案多少答案 公倍數應該是48吧 對不對 所以他把它變成48 這個呢12也把它變成48 好48分幾來 16怎麼變成48的 乘幾倍 乘3倍 所以上面乘以3 就變成是48分33 啊12呢怎麼變成48的 乘以4乘以4 就變成是28 所以硬比比出來對不對 答案應該是 這個比較大 就答案公倍數 大於 大於 對 好那第四題呢我就直接講啦 好不好 因為雖然說你們會寫 我就直接講 因為 讓後面看影片 對 你該把這個6分之25 先幹嘛 換成代分數 所以你多少 它等於4又6分之1吧 然後因為4比3大 有沒有 所以答案直接寫多少 大於就好 會啦 好那我們看第五題這一題 那第五題這題呢 應該是說你們最複雜 要小心的地方 把它打三顆星 好首先第一個 14分是30跟21分是45分 好我先建議你們注意聽 剛才我們講到一件事情 你應該先幹嘛 知道嗎 應該是先把14分之30先幹嘛 能約分先約分 應該先約分 不要直接過分喔 所以先約分 除以二除以二 這邊7分之15 然後21分是15呢 也是一樣先約分 來 21分45可以用多少月 用3去約吧 所以除以三除以三 所以變成是7分之15 哇 結果一筆答案出完了 7分之11分數剛剛有等於 但比一所以他就選不等於 會啦齁 OK 好這個你自己寫